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eg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 擠南鮮湯包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這家店最近在網路上蠻火紅的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就號稱是平價版的鼎泰豐 其實剛剛看價錢好像也沒有多便宜 但是這個餐廳看起來是蠻讚的 感覺 你好 那我一位 好謝謝 已經掃過了那個條碼 好謝謝 這菜單有正反兩面 湯包鍋貼跟燒賣一份都是八顆 後面有甜品有四方料理跟湯類 有喜歡的話再告訴我們 來我們這邊請坐 謝謝 好謝謝 普通的湯包就一百九了 那也是決定點湯包就好 那我就點湯包謝謝 好喔沒問題 這邊後面的話還有金菜餐跟甜點有需要嗎 那不用 好那稍等一下 好謝謝 OK 那像前下這個小龍湯包在這邊已經開業多久了 好因為妹妹太害羞了 他說13年 好那這樣就好了 好那還要再收一層 那我們真的點一個湯包就好 好那師傅小龍包都是現點現做的 好然後有非常非常多名人都要來吃過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非常超值 有那麼多名人來吃過 所以這個名人加持之後就這個價值就非凡了 OK 太害羞 不要害羞不要緊張 好好介紹就可以了 那您在這邊已經做很久了嗎 這邊三個月嗎 才三個月啊 對三個月 喔好那加油 好的 那小菜可以介紹一下嗎 小菜 這種小盤的話都是50塊的 然後那邊的話是烤麩 百香青木瓜 樹脂 小黃瓜 跟雪菜百葉 是 OK 然後這邊的話是大椒小魚乾是每天現炒的 然後這個的話是桂竹筍 還有糯米椒 那也是 那在下面的話是苦瓜 海蛇皮 跟黑木耳 是 還有那個是黃金泡菜 好吃 其實跟頂颱風還有一點點像 對 都是有小菜 嗯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OK 哇熱騰騰騰騰騰 好那就趁現在趕快吃吃看 好現點現身這個最美味了 然後其實個人覺得個人的餘見 跟這個頂颱風的價錢 其實差不多 但是這個皮的感覺跟這個湯汁的感覺 真的很讚 真的很讚 丁油啊 這個湯汁爆出來的感覺在你嘴巴中爆開 你可以完全享受到這個 肉汁跟皮 還有這個 肉餡的鮮甜 真的很好吃 要好吃就行了 嗯 哦 真的很棒 哇哦 現在看起來長得像林志玲啊 林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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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 讚啊 嗯 嗯 好這樣今天天氣很冷啊 這樣熱騰騰熱騰騰吃 這樣吃起來就很舒服啊 好它就會在你口腔中這樣爆開啊 好個人覺得真的是很好吃啊 嗯嗯嗯 皮薄之多 好根據這個國外的粉絲講說這個在美國或者是別的國家 小龍湯包很貴啊 那各位朋友真的辛苦了 在台灣的話應該算是 不能說最貴但是不是最便宜 好真的很棒 那不論價錢的話 分數我覺得是滿正常 嗯嗯嗯 嗯嗯 哇哦 真的很享受哦 好很好吃啊 嗯 好快樂時光沖沖過就已經最後一顆了 好 好很讚啊 好謝謝 鋁打滾 鋁打滾 哇這是名菜 然後外面是花生粉 裡面是芝麻餡 也是 好謝謝 好那這個就是鋁打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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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是這個現點現做 好 好 熱騰騰熱騰騰騰騰啊 嗯 嗯 吃起來很過癮 嗯 香噴噴香噴噴噴噴的 香啊 灶啊 香灶啊 吃完土泡泡啦 很好吃喔 喔這應該是螞蟻族喜歡的料理 先是很香,然後再來是比較甜 然後這個蠻適合配茶瓶來喝的 很燙喔 好,那我覺得在這邊吃飯的話 算是一個蠻享受的感覺 這個熱騰的感覺很棒 很好吃 喔,這個芝麻線滾動的感覺 非常的棒 快要爆出來了 好,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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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相當可口啊 好,好吃美味,然後餐廳用餐感覺高級 然後現頂先做,然後服務生也很客氣啊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棒 好,很好吃喔 這個鋁大館也是很推薦喔 蠻美味的 好,那這個不看價錢也是滿分 很好吃 讚喔 好,那這個香甜鋁大館是90塊,然後三個 好,那小姐都非常的客氣喔 這樣讓你感覺非常的開心喔 好,這邊用餐是那種有冰淨如龜的感覺 好,那用餐感受很棒喔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掰掰 好,因為我今天剩的時間已經不太夠了 那我就拍一下這邊的... 古腕 老老的東西也是讓人喜歡的 好,順便就講一下喔 好,總之就是有時候是會碰到親切的店家 有時候是不親切啦 那有人覺得我是惡意,有人覺得我是好意 像剛剛的店家就覺得說我是一個... 蠻好的部落客 覺得說我是善意的 好,那就希望各位朋友從我的影片中看到有用的資訊喔 那對店家而言的話,其實我也是出資善意的 我沒有什麼惡意啦 就只是... 以自己吃的感覺,然後做一個評論 好,這些東西很像我... 小時候在外婆家看到的這些東西啦 就這個玉桌子啊 這個...玉的這個...佛珠啦 然後以前我們家裡有一些這個... 木頭的算是浮雕 好,這樣這種牢牢的牢牢的氣氛非常的棒 好,讓人懷念過去耶 好,那就希望這個短短的10分鐘的影片呢 各位能夠看到有用的資訊 然後...呃... 個人的用餐感受可以給各位朋友做一個用餐的體驗跟進 用餐的...用餐前的... 好,就是你可以預先先看到這家店的狀況跟他的餐點的情形 然後你可以做個預判 看值不值得去用餐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耶 祝各位朋友愉快這一天,掰掰 掰掰